女人抄起板凳二话不说就砸碎了实验室的玻璃 她明知道这里是变异土台龟的实验基地 可为了躲避忍者青蛙的追捕 他们毅然决然地冲向那神秘莫测的土台龟森林 在忍者青蛙的不断刺激下 可打压瞬间爆发了精神冲击 顷刻之见忍者青蛙就被冲击波给炸到魂飞魄散 可这种强大的冲击波同时也惊醒了躲在地下深处的土台龟 而下一秒他们身后的巨大山坡突然之间站了起来 此时的皮卡丘还以为是刚才内部冲击波所导致的幻觉 直到一颗颗大树轻然倒下他们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几人风一般地朝着森林边缘狂奔而去 可完了没想到原本的下坡路段竟然瞬间变成了垂直向上的悬崖 二人连忙抓住树根这才没能从万米悬崖坠入深渊 然而面对着山上掉落的滚滚巨石 二人不得不松开树根笔直地跳了下去 幸运的是一棵百年大树将几人给救了下来 殊不知他们真正面临的危险并不是眼前掉落的巨石 而是从天上砸下来的巨大山坡 此时他们根本摸不清到底哪里是东南西北 也摸不清到底哪里是天哪里是地 更不知道究竟躲到何处才能算是安全地带 那无时无刻崩裂的山坡直接在二人中央劈开了一道峡谷 他们脚下塌陷的地块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在不断快速移动 眼看身边仅有的落脚点都要面临塌陷 慌乱之下地母已经别无选择 只见他纵身一跃成功抓住对面悬崖 在路西的帮助下这才捡回两条小命 原本还以为暂时脱离了危险 可当他们看到眼前那巨大的眼睛时 几个人悬着的心灾也无法平静下来 原来他们闯进的土台龟实验舱竟然有着数百公里 那数百只如同大山一样的土台龟 就是科技公司的非法研究成物 由于土台龟的移动导致了山坡上的碎石不断掉落 谁知一颗石块刚好砸中了皮卡丘的脑袋 随即整个悬崖连同几个小伙伴一起从高空坠落 幸运的是他们掉入水中 这才避免整个小队集体团灭 看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皮卡丘 此时地母的内心简直就快要崩溃一般 意识之间不知如何是好的他 也只能尝试求助刚好路过的野生妙蛙种子宝可梦 虽然对方听不懂地母到底在说什么 但善良的他却能感受到地母眼神中的渴望拟住 然而神奇的一幕果然发生了 不一会他就带着数百只野生妙蛙种子宝可梦找到了地母 看样子是想邀请地母和他们一起前去治疗皮卡丘 但不知为何他们却拦住路西不让他一同前往 那群妙蛙种子带着地母走过山间小路 然后再穿越一条小河 他们走着走着就来到了霞捕尽头 地母本以为这群小蘑菇要帮助皮卡丘治疗 可当他将皮卡丘放在了石台上 那群宝可梦却不知为何全都掉头就走 真是万万没想到 是超梦在控制着这群宝可梦将地母带到了这里 他二话不说就朝着皮卡丘释放一道激光 随着皮卡丘被那种神秘力量带到空中 他身上的伤口也开始快速愈合 随即超梦小手一挥 地母的脑海之中瞬间开始闪回一些画面 原来他的父亲看不惯科技公司每天做着违法的勾当 他让皮卡丘损坏实验室的电力系统 这才让超梦有机会从实验室逃离出去 然而科技公司却派忍者青蛙将地母父亲杀人灭口 是超梦及时赶到将那些青蛙给全部消灭 为了能拯救自己的主人 皮卡丘甘愿牺牲自己的灵魂 他让超梦将哈利暂时存放进自己的身体 也就是说地母的父亲一直以皮卡丘的身份陪着他的儿子 然而事情刚刚真相大白 超梦就被科技公司的人给抓了起来 地母眼睁睁地看着超梦被他们带走却没有一丝办法 无奈之下地母只能前往科技公司去找他唯一信任的公司 董事长霍华德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地母三观惊悔 原来霍华德为了治疗多年的残疾与癌症 他将自己的灵魂转移到了超梦的身上 这样他就能有一副拥有超能力的身躯前去控制整个世界 霍华德在今天举行一场无比盛大的宝可梦流行活动 天上的数百个无比巨大的宝可梦气球里面装的全都是能令宝可梦陷入癫狂的有毒气体 一旦宝可梦陷入癫狂状态 霍华德就能利用超梦的神迹技能 将人类的灵魂和宝可梦融为一体 刹那之间整条街道的人类全部消失 这个城市遗留下来的就只有装着人类灵魂的宝可梦 为了阻止那个丧心病狂的霍华德 重获新生的皮卡丘终于觉醒了自己的超能力 那瞬间的巨大爆炸果然吸引到了霍华德的注意 他迅速朝着皮卡丘的方向飞了拐 皮卡丘用尽全身电力能聚成了一个光电球 可这种攻击对于超梦来说还是略迅一场 无奈之下他也只能利用迂回作战 将城市中的气球给一一破坏 他表面上是在和超梦对拨 但实际上却是为自己的超能力在不断蓄力 只见他迅速地奔跑起来形成强大电流的十万分 那瞬间的电力终于将超梦给击飞下去 然而这次权力攻击也几乎用完了皮卡丘的所有力量 接下来就只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帝女身上 真是万万没想到霍华德为了自己的伟大计划 从始至终他都将儿子绑在橱柜之中 然后利用百变怪变成他的样子去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可以瞬间变换成任何人的模样 唯一辨别百变怪的方法就是那双小小可爱的绿豆眼 虽然本身没有任何攻击能力 但他却能完美复合变换者的所有精力 直到他变换成了露西的样子 蒂姆实在无法忍受自己喜欢的人竟然有着一双绿豆眼 即使是这样他也难逃被暴打的命令 百变怪的技能着实让人头疼到爆 他不断的变换形态企图将蒂姆给推下大楼 幸亏霍华德的儿子及时出手 这才将蒂姆从死亡边缘给救了回来 可即便如此蒂姆依旧无法摆脱他的纠缠 慌乱之下蒂姆拿起地上的有毒气体对准百变怪的鼻子 由于吸入过量有毒气体导致他彻底变回了原来的火动形态 眼看超梦抓起皮卡丘即将对他下死手的时候 可他却万万没想到自己已经掉入了皮卡丘专门为他设的圈套 第五趁此机会摘掉了霍华德头上的连接器 然而下一秒超梦就因为失去意识随着皮卡丘一同掉了下去 好在关键时刻他再次恢复意识将皮卡丘给成功救下 原来拥有神迹技能的超梦原本就拥有着一颗善良的心 只是他这些年来一直被人类控制 因此才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超梦利用自己的技能清除了整个城市的有毒气体 他将那些和宝可梦融为一体的人们全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城市再次恢复了本该拥有的营养 这其中也包括地母的父亲哈利 时隔多年他们父子竟然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见面 而唯一见证一切的就是他们身边的那个宝可梦皮卡丘 如果让你选择领养一只属于自己的宝可梦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